哎呀 怎么说出口 让我来帮你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Hishiko 那么今天呢 是情人节 在这里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那么呢 在上两个星期前 我就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个企划 就是公开给大家呢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心爱的人说 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呢 没有关系 我来帮你说 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 很多朋友的爱的这个讯息 每一条我都有很细心的去看 我也能够感受到你们所有人的那个真心诚意 只是呢 因为碍于节目的时长 所以我只能够割爱挑选出十位幸运的朋友 而这十位幸运的朋友呢 我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帮你把话读出来 因为实在是很不舍得 就是其他的这个讯息都这样子丢掉 所以我在另外筛选出二十位的朋友 我将会把你们的这个留言呢 在这个影片底下公开 希望能够成功传达到你爱的人的那边 在这个企划里面呢 我就有问大家就是 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比如说要我打电话或者是要我唱歌 然后我没有想到呢 这么多人喜欢我唱歌 非常好的选择 先给大家听一听我的歌声 在这里为大家献上一首 纳赢的末 我被爱叛出终身孤寂 不坏手 不坏手 不放手 你笑话不完的缘 心间填不完的缘 是你 为何爱叛出终身孤寂 真不脱 逃不过 眉头截不开的缘 命中截不开的缘 是你 完美 好 大家席个宫廷吧 这是你们自己选的 好 第一位朋友呢 是来自 3KONBONANT的 手指都有的东西 那就是指甲是吧 OK 想对MYQ说 我想请原谅我 应该是我最后 唯一可以和你说的话了 我错了 我不应该在我喜欢你的时候 答应你 帮你和你喜欢的那位女生聊天 看她喜欢什么东西 告诉你 并且帮助你追她 说真的 那段期间 能和你聊天 即使是在聊着你喜欢的人 我也没关系 因为我相信 只要我喜欢的人开心 我也会开心 最后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我才发觉 我不开心 我告诉我自己 要去习惯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但我不知道 该以什么身份 继续和你相处 我开始麻木我自己 看到你们在一起时 装什么都没看到 傻吧 我和你碰面时 开始觉得尴尬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或许 因为这样 我变得好像 要理不理你 你也就没再和我说话了 如今大家都毕业了 我始终都没能在毕业前 和你再说上一句 哪怕是一句 毕业快乐也好 我真的缺乏了那份勇气和你说话 这份遗憾 这份遗憾 这份对你的喜欢 牵扯了我两年半 我想 我真的该放下了 谢谢你 让我喜欢过你 祝你虔诚实景 然后在这里呢 他有特殊的要求 他说 他希望我把以下的这一段 《声势》里的歌词唱出来 因为这是他在曾经追他的时候 写在考试时间表后面的 来咯 我要唱咯 好好的前面那么感动的一段 我非要得唱个歌 来破坏这些后面的东西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啊 我想给你的拥抱 像以前一样可以吗 你推伴不得动作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和你说说话 好 下一位 这位是分别来自美国LA 以及香港的57岁的女士 斯 他想对龙说 当年19岁的我 认识了23岁的你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在一起的时候 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38年过去了 我们也分开了几十年 一直总是埋怨是你的错 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 认清是自己欠你更多 我想跟你说声 对不起 还有 我爱你 希望不会太晚 38年 不知道在 应该是在香港的龙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节目 真的是 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 38年了 真的是好久好久的一段时间 到现在 这位女士 斯 你还在爱着她 还在忏悔 我是觉得 爱 还有一些心里的话 最好 希望能够大家可以 及时说出口 因为有些东西 错过了 就错过了 我希望我 今天把你的这个留言读出来 真的能够 完成你的这个心愿 至少说出来了 就有可能会被她听见 希望你现在过得好好的 好 下一位 来自新山的宁 想对她的老公挥说 亲爱的老公 我们结婚已经六年了 谢谢你的疼爱与照顾 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从两个孩子 走到如今 成为两个孩子的父母 无论你的工作再辛苦 你都只会把最好的给予我们 在这里 我还要真心感谢你 对我的包容 就算我得了忧郁症 以及躁郁症 有时候我的无理任性 你都可以对我百般照顾 还有我想跟我的家人孩子们 告个白 以及道个歉 虽然我这些日子 可能真的失礼了 但是我真的也很难受 真的谢谢大家的照顾 以及包容 我答应你们 我一定会更努力 活得更好 然后他的特殊要求呢 他说他的老公有看我的视频 所以他相信他的老公能够看得见 他也希望在此机会要求我 可以拍一个鼓励忧郁症患者的影片 忧郁症患者的影片 我很快就会拍了 因为这个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策划当中 希望到时候呢 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看这个影片 我觉得有很多人对忧郁症患者或者是精神病患有一些误解 所以希望我将来这影片能够帮助到大家 然后我想说的是忧郁症患者本身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 不是说你叫他不要想就真的能够不要想 还有忧郁症患者或者精神病患身边的家人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也明白身为你们的可能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 不过希望你们能够给予多一点的爱 多一点的关怀 因为有你们的帮助 我相信他们能够更加快的走出来 好下一位 又要唱歌了 来自巴生的YC Chen 想要对他的养母 Chua El说 谢谢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在这世界上 没人能比你更重要 包括我自己 我每分每秒都害怕失去你 所以我也尽我全部的 去珍惜你 爱你 我希望你也能多疼爱我一点 就算世界不缺我 但如你有需要我的一次也好 我还是会一直陪伴你 出现在你的身边 希望你也能在人人面前说 我是你的女儿 而不是养的 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我要的不多 就只有你身体健康 每天开开心心 妈妈 我爱你 你永远是我妈 也希望哥哥姐姐 也能对人人说 我是你们的妹妹 情人节快乐 然后她的特殊要求呢 就是希望我能够唱邓丽君的 我只在乎你 这首歌给她的妈妈 好吧 希望大家不要被我的歌声影响 我知道我歌声非常的美妙 可是请大家投入在歌词里边 OK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也许认识某一人 过着平凡的日子 我知道 嗯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自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愿 I'm so sorry 如果我破坏了这整个气氛的话 真的很抱歉 我也不想了 好 下一位 来自吉隆坡的Sassus 是这样读吗 想对身在重庆的Liu说 一开始我们经历了很多彼此要磨合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珍惜每次旅游见你的时光 谢谢你家人亲戚的热情 让我感觉同志的爱情也可以很向往 虽然我对我们的未来还是很困惑 我相信我们会找到能够照顾彼此和家人的好结局 爱你哦 所以呢 他的特殊要求就是他想听一听 我有没有这个烦恼 如果我们年纪大了 彼此都要照顾父母 我们却又不能自私的选择其中一个人的国家来定居的话 那么该怎么办 这个问我真的是很适合 因为我跟我老公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而我老公是中国东北人 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为这件事情烦恼 再加上我妈妈这边还是单亲家庭 所以我觉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努力的赚更多更多的钱 然后争取以后呢 让彼此双方的父母能够住得更加的靠近 或者是能够常常两边两个国家都来回跑 争取一年可以的话 至少见一个两次三次这样子 那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努力这么赚钱吧 下一位来自柔佛州的CL5374想对FAT35374说 宝贝现在的我感觉就是一场梦一样 我们在一起九年多以来经历过的不少 像我们这种女生爱女生的感情也很不容易 现在的我们双方家长也认同了我们 也是辛苦过来的 你现在给我的一句 让我们暂时分开 我真的毫无预警 你说对我没有那种感觉了 你想静一静 我会让你静一静去想你对我的感觉 我只想说我会等你 因为我真的很爱你 我会让你找回你要的感觉 如果可以 我也可以像九年前一样追回你 我觉得这九年的感情真的是很不容易 再加上你们还是就是同性恋情 我是不一样又怎样的主持人 所以我很清楚这条路很难走 这么难得的这个感情 然后也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这个认同 可是到现在突然之间有一方 可能失去了以前的那个感觉 我真的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我真的很希望 Facts 35374 你能够回想一下 当初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第一眼你看到 CL 5374的时候 内心深处的感觉 还有你们这九年以来 经历过的疯疯疑雨 这些东西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因为这些回忆都是 只属于你们两个人而已 所以我希望 Facts 35374 你能够尽快地找回对她的感觉 希望你们能够幸福 然后她的特殊要求是 希望我能够打电话给她 可是你没有给我她的电话号码 我要怎么打电话给她 就希望你能够share这个影片给她看 然后她真的能够看到这个影片 下一位来自吉隆坡的3X 想要对咖喱说 谢谢她在我因为朋友挑拨离间 而被排挤的时候 给我温暖 谢谢她的勇敢 捡了我这个极品 那时其他男生友人 常常会互问女生友人的长相排名 无可否认我的排名 都是最后被念出来的 谢谢她的不放手 尽管面对着其他人的质疑 她还是看上一个跟她不般配的我 3X呢 她希望我在镜头前面能够谢谢咖喱 就是谢谢你 在3X最脆弱的时候 向她伸出手 不然她可能会走不出 被排挤的这个黑暗隧道 在这里我要谢谢咖喱 然后我也想对3X说 希望你对自己能够多一点的自信 因为咖喱接受了你 就代表着她是真心爱你的 所以为了不辜负她的这份爱意 请你也爱自己多一点 OK 下一位来自新山的Moon Moon 想要对她的闺蜜美霞说 我一直不能放下 我试着去想如何去看你 也曾经试着忘掉你 但我做不到 今年的过年 没有你陪我疯 我很不习惯 我只想你在那个世界 过得很好 要照顾好自己 我也会试着去放下你 放下过去 我们天国见 愿你幸福 然后她的要求呢 希望我能够点一首 简单不太夸张的 这个过年歌 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 的过年也能够快快乐乐的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 有什么过年歌是不夸张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就小小的改编一下 献给在天国的美霞 希望你在天国的新年 也能够感受得到 过年的气氛 OK 祝你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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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一位 这是来自吉隆坡的 Chris Chang 想要对Annie说 两年过去了 别来无恙 我给你发的最后一个 讯息是句号 这是要提醒自己 不再给你发任何讯息 打扰你 我没有办法 参与你生活的一部分 同理 你也是 我和你最靠近的距离 是隔着你家的大铁门 有些分手 是无可奈何的 我想你 我真的很想你 希望Hishiko 能够告诉他 我在等他 我这辈子都在等他 我这辈子都在等他 等孩子长大后 请让我照顾你 我爱你 从文字里边看来 我想他们这一段感情 应该是比较崎岖 或者是比较不太被大众接受的感情吧 不管怎样 希望你们都能够得到你们要的幸福 其实有些爱不一定是要跟对方在一起 如果真的努力过了 还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么选择放手 也是爱的一种 希望Chris Chang 如果真的 Annie最后没有回到你身边的话呢 也希望你能够有勇气 开始你新的人生 因为我从你的这个文字里边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 你的执着 还有你的真心 来到最后一位啦 最后呢 当然开头有唱歌 最后也应该要唱一首歌给大家 好 我相信你们都应该免疫了我的歌声 所以现在我要开始读 最后一个信息 来自吉打州的皇家小妹 想要对她的爷爷说 我想对我的爷爷说 我好想你 我的爷爷在2019年头 毫无预警的离开了我们 我们全家都很难接受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我想对爷爷说 为什么要放我飞机呢 不是说好 等我毕业 我们一起去拍毕业照 你不是很期待 我戴四方帽的样子吗 我今年过了情人节 就毕业了 只是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你要先走 可是毕业照 我也是会照样拍 我会带阿嬷一起 还没去的旅行 也会带着阿嬷 我相信你会支持我们 墙壁上的照片 我每看一次 我就心痛一次 每回一次加 我就心痛一次 我不懂我几时才不会心痛 只是我知道 不管过了多久 你依然在我心里 我们下辈子再继续做孙女 我真的很想你 爷爷 然后他想要我唱张慧妹的 我最亲爱的 给在天国的爷爷 很想知道你近况 我听人说 还不如你对我讲 经过那段遗憾 请你放心 我变得更加坚强 时间不够怎样花凉 爱过你就不怕孤单 我最亲爱的 你过得怎么样 没我的日子 你别来无恙 依然亲爱的 我没让你失望 让我亲一亲 像过去一样 我想听到这样子的歌声 在天上的爷爷 应该也会笑出来吧 希望我的歌声 能够带给你爷爷的一些欢乐 然后也希望你的爷爷 在天国能够收到这些资讯 OK 好 这是快乐的情人节 所以 对不起 我控制不了我的眼泪 其实在我读 大家所发过来的这些 留言 有很多很多 真的是我忍不住眼泪 我真的能够感受到 大家的这些 深爱着对方的这份情感 希望在这个充满爱的节日呢 大家有情人 能够终成眷属 然后今天是情人节 也是我的生日 在这里呢 哎哟 我原本 还觉得我要讲的这段话 也没有什么感人的 可是就是因为被 之前的这十位朋友 这么感人的这些爱的留言 搞到我现在情绪很激动 好吧 希望将来能够给你过上更好的日子 在这里我也要谢谢我的96岁的阿嬷 谢谢你从小和妈妈一起照顾我 谢谢你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谢谢我的老公 孙海元 还有我的宝贝儿子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 能够在这一生里面 遇上你们所有人 我真的觉得好开心 希望下辈子我们还有这个缘分 然后希望接下来我们大家都能够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然后最后呢我要跟在萤幕前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尤其是尤其是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影片的你们说 谢谢你们包容我的不完美 也谢谢你们就是一直支持我到现在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做出更好的影片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好了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心爱的人说呢 请趁现在 如果他就在你身边的话 给他一个拥抱 然后亲一亲他跟他说 我爱你 希望大家幸福快乐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多多分享与点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以及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 这里也有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到无法自拔 或者是讨厌我到不行 那就赶快来Follow我吧